第31章 仙神之事 只于陆地 不抵上苍 延绵至今 遂有风雨难掉 雷电四溢 大道全柄混乱 金镇立风天之台 即大洲亿万生灵 二十七洲疆域 洋人道光辉 待天立神 使仙神归位 全柄各安 苍生的诱 结束得消 随着他一句句的到来 风天台缓缓震动 像是有了自身灵性 先是周围象征着五方五帝的赤青黄白黑祭台 徐徐亮起颜色各异的光芒 带来东南西北中的天象变化 层云堆砌 大地空明 各生一日 柔和照耀 光芒如水蔓延 即至封天之台 诸天星宿与各色神像的雕刻 开始被点亮 于水波里彰显着身姿 最下方的土地山神 天降力士活灵活现 完全覆盖上了光芒 顿时有往下一沉之势 贯通了大洲疆域 每一地每一山 似乎皆有仙神看管 红隆隆 真实界核心地带微微震动 发出低鸣之声 勾动风天台四周的阴云凝聚 画作了一张具备四色的锦绣山河图 工笔画成 仙壕皆有 仿佛大洲疆域的微缩 山河图往内融入 与风天台最下几层柔和 似乎成为了浮雕 光芒一层层往上 很快便点亮了新关新军 诸天大圣等 只见虚空晃荡 天色静暗 一颗颗星辰相继璀 射下豪芒 落入风天台对应位置 很快 光芒提升到了五方五地层次 高空顿时清明 宛若水洗 无穷高处 则有钟鼓之声降下 四周相风扑鼻 环佩碰撞 仿佛仙神贡贺 风天台上方 渐渐凸显出 破败灰暗的九重天虚影 它缓缓往下 似乎要与风天天重叠 随着这种重叠 仙月飘荡 雷声如鼓 天地都仿佛沉浮在了仁皇脚下 高揽收起鞋指的人皇剑 便要插入风天台核心 完成最后一步 以人道统天 就在这时 九重天虚影里 突然浮起一层暗红 带来无法言说的混乱 东西颠倒又正常 阴阳交错又各方 形成了没有规律的漩涡 凝出了一双 冷漠淡然到了极点的可怕眼睛 是它 浮衣出现 梦琪就认了出来 这是自己回溯过去 旁观天庭坠落之战时 遇到的那双可怕眼睛 那个时候 这双眼睛置身室外 静静注视着九重天的动静 异常诡异 让人心悸 而它紧紧一眼 自己便思绪念头胡乱 差点自爆 它怎么会在风天之时出现 这双暗红混乱的眼睛 俯视着风天台 像是那亘古不变的天道 并出着人道的干扰 不过刹那的注视 凸显出来的九重天虚影 分崩离析 一道道璀璨星线土崩瓦解 高空闪亮的星辰引顿随之 高揽甚至还未来得及反应 而梦琪的出手 一时慢了刹那 轰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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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天台最上四层的浮光雕像 相继发出爆炸破碎声 长乐城内 王思远静静看着这一幕 身披白衣 秀如女子 脸有病色 身后跟着四位捧情 剑 骑 丑等侍女 唉 她摇头长叹 转身消失在了茫茫人海里 暗红恐怖的眼睛消失了 高空一切意向不见了 目睹着风天仪式的大周臣民们 陷入了沉默 一时净声人力 有时而穷 天道深邃难测 无法把握之感 高揽立在风天台上 手中弹惊常见 斜斜指着地面 风吹动地袍 烈烈作响 最后关头 功亏一篑 孟奇忍不住便想起了 艳然之事 大哥自成格局 弃吞天地 胸有乾坤 做事谋定而厚动 又善于不遵常理 让人难以琢磨 一直以来都能于复杂局势下 拿到满意的结果 无而不利 但最重要的两件事情 却都折起沉沙 既未能救回爱旅 也失去了人道统天的最佳机会 而自己则相反 小魁常吃 大事总能拼出了好的结果 谁能想到 摆平了所有干扰 看似在无阻难后 会冒出那暗红 诡异的眼睛 他究竟是何方神圣 大哥背后的那位存在 未曾预料到他的出现吗 韩广背后 疑似领保天顿的那位 也未曾预料到吗 还是故意不提 免得风天台 成为韩广重立天庭之势的 最大绊脚石 一切发生的是如此突然 在场众人 仿佛只是经历了一场梦境 无人来得及阻止 也无法阻止 看着高岚的背影 孟奇竟有些 品出英雄悲歌的味道 不由暗自愧叹怜怜悯 造化弄人 世事难料 希望大哥不要被影响斗志 再接再厉 现在不成 将来还有弥补机会 高岚收回人黄剑 毛子幽暗深邃 对着大周子明 语气没有太大起伏道 世事岂能尽如人意 但求无愧于心 未曾退缩 朕又不是没有遭遇过失败 经历过起落 一步步向前 终有一日能以人到统天 如今封天一世 虽然未尽全宫 没能抵达上苍 但也算掌控了大地 可以赤锋土地 城隍 山神 河伯 公草等神灵庇护大周 保佑众生 大哥意志果然坚如磐石 孟奇心未想到 然后看着高岚赤锋了 常乐等重要地域的 城隍土地等 等到封天一世完结 各方势力代表离开 回到常乐皇宫 孟奇才对高岚道 皇兄 好事多磨 不要介怀 高岚赤锋走到窗边 看着避空 缓缓道 那双暗红混乱的眼睛 似乎是位大人物 在彼岸者们归来前 正看来没法绕过他 以人到统天 而等到彼岸者们归来 局势又不一样 还得重新博弈 在孟奇面前 他没有掩饰自身的情绪 至情至性 但沮丧只有少许 更多是私存对策 孟奇想了想 微笑道 也不是没有办法绕过 嗯 高岚回头看向孟奇 拿到风神榜 借助他完成人道统天 但此物在鹿鸦手中 不是那么容易拿到 而且鹿鸦心思难测 或有野心 未必能说服他合作 孟奇说道 风神榜 高揽微微汗手 若有此物 无需一试 只要将他与风天台结合 便能带天风神 他沉阴片刻厚道 鹿鸦乃造画里 也有数的人物 又得提防他的诡异心思 此事先做考虑 从长计较 孟奇见此间无有他事 惦记着杨俭峰印下的线索 于是提出了告辞 临别之时 他严肃震惊道 皇兄 有件事情得提醒你 何事 高揽看向他的双眼 孟奇叹了口气道 以后 找我帮忙或者官吏 都得提防意外 难道 自己是扫帚心转世 或者吸取了别人的运势 让自己 在关键时刻 能得到好的发展 高揽无言以对 看着孟奇消失于大殿门口 昆仑山 欲虚宫 孟奇坐于云床 仿佛在闭目静修 实则神识进入左手翘穴 与顾小桑交流 那暗红诡异的眼睛 究竟是谁的 孟奇开口问道 顾小桑绕着自身发丝 笑盈盈道 你应该不陌生 它是 笼罩在王家头顶 几十万年的阴影 天道怪物 孟奇恍然大悟 难怪一直觉得那种感觉熟悉 原来是天道怪物 而这暗红诡异的眼睛 看来便是天道怪物的源头 顾小桑含笑点头 这天道怪物相当神秘 就连我知本尊 也不知它来自太古 还是本纪元诞生 直至天庭坠落之意 它才露出蛛丝马迹 从而不再完全无人知晓 它会不会是 某些事情的幕后黑手 身边有个继承了 彼岸者绝大部分记忆的姑娘 孟奇感觉非常不错 第三十二章 颜绵万古的争斗 先天之德混成一色 浮沉着斩斩金灯 飘荡着绊绊莲花 簇拥着如仙似神的顾小桑 它眼帘垂下 轻笑一声 意味深长道 有些大人物 或许于更早之前 便察觉了天道怪物的存在 它答非所问 压根没提天道怪物 可能是幕后黑手之事 有些大人物 早于天庭坠落之意 就察觉了天道怪物的存在 它给人混乱协议的感觉 仿佛这是本性 似乎并非实时理智 善于谋划 即使天庭之意 实能冷静旁观 亦有种疯狂颠倒之感 孟奇先是一愣 接着诸多印象冒出 有了某种猜测 上古有些事件 深入探究 或许真能发现 天道怪物的身影 但它恐怕亦是遭到利用 若有所思点了点头 孟奇见顾小桑 暂时不想细说 于是转问道 鹿鸦究竟在图谋些什么 这次出手 仅仅是为了拿下袁红 顾小桑先手摊开 多了一个赤红欲滴的桃子 呈半透明状态 内里满是血管经脉 泛着妖异光泽 他拇指轻轻抹撒着 妖异血桃的表面 似笑非笑道 鹿鸦乃浩天上帝之子 上个纪元的人物 能够度过破灭 活到上古 全赖欲虚功那位的庇佑 一只所指 正是原始天尊 孟奇看到顾小桑的动作 微微发正 他竟然让只畏惧 大道之术的小桃子 如此温顺 不过想想 小桃子明显与寿元有关 有盘桃园有关 似乎就理所当然了 盘桃园属于金黄 金黄是无声老母 无声老母 与顾小桑的关系 则不用多言 倒是鹿鸦静 靠着原始天尊的庇佑 才度过纪元终结 更让人诧异 他可是被原始天尊封印 镇压了足足万古 顾小桑继续说道 鹿鸦像有野心 天庭之势里 似乎与天帝或领宝天尊 暗通了曲款 恐怕正是因此恼了那位 才惨遭镇压 如今所作所为 应当与那时的事情有关 也许是延绵万古的布局 可惜具体情况 连我也不清楚 孟奇越听越是惊心动魄 有一种西年天庭之势 并未彻底了结的感觉 当时看似愤出了胜负 实则妖乱大帝 人皇之势 中古霸王与魔佛之乱等 后来的大劫大势 都是他的某种延伸 部分谋划历经万古 终于要在末节来临时成局了 这种感觉来得突然 却不莫名其妙 一是顾小桑的明显暗示 一是之前就知道的某个异常 都沿天庭坠落 九重天覆灭 是纪元结束的标志 可天庭坠落 九重天消失 都足足二三十万年了 本纪元依旧存在 这足以说明 天庭之势并未就此告终 有了这个想法 孟奇脑海里诸多密文 似乎快要串成一条线了 但终究少了关键 无法成行 妖乱大帝开始 诸多结束诸多谋划诸多恩怨的源头 都在天庭坠落之势 明白路亚与天帝或领宝天尊 有一定勾连后 孟奇收敛住别的念头 韩笑看着顾小桑白生生的脸庞道 如今局势勉强稳定 正是你冲击传说境界的机会 可即使你自证了传说 到时候面对归来的那位 恐怕也毫无抵抗之力 少有地方能潜藏 他想弄清楚 顾小桑的依仗在哪里 传说对彼岸的抗争 怎么看都没有胜算 不像自己 好歹魔佛被镇压在灵山 只要能争分夺秒 抢在他脱困之前 登陵彼岸就行了 虽然同样艰难 但好歹有一定希望 不过孟奇也没奢望顾小桑会和盘拖出自身秘密 只希望能从反应窥见一二 顾小桑一手抹撒血桃 一手拖着脸塞 笑迎迎道 相公也是 等到局势再次混乱 只不定就有谁潜入灵山 打开封印 放出魔佛 行杂棋盘之事 我们彼此彼此 说到彼此彼此时 他眼波流转 笑意掩盖了毛子深处的情绪 而孟奇则再次生出同病相怜之感 两人都立在悬崖边缘 随时都可能跌落 退出神时 孟奇睁开眼睛 审查完念头后 运转诸果之音 遮蔽了天机 直接降临了轻微界 这是打开杨检封印的最好时机 一是自身实力已然足够 二是弥勒等外在敌人刚受重创 没办法盯着自己 三是燃灯古佛等提前苏醒 如今急需稳定境界 寻觅恢复之法 一时半会 还来不及窥探原始天尊行踪之事 若再拖延 等到燃灯古佛 盖世魔君等初步稳定 广城子等又未彻底苏醒 指不定就被他们先找到轻微界 打开封印 毁掉关键线索了 不过究竟是什么线索 要扬解封印 而非取走呢 念头转动间 孟奇出现在了那处草木繁盛的山谷前方 运转无极 散发出碎谷之初般的荒芒浩瀚气息 一点光芒随之亮起 封印的淡金大门凸显 那里郁郁葱葱 满是奇花灵根 但毫无成形成经者 充满岁月斑驳痕迹的石碑 立在核心处 上书 此地当无灵草奇花成形 再次看到石碑 孟奇依然有种叹为观止的感受 如今的自己要破坏这天条 容易 重新定立 则只能维持短暂时光 无法长远改变 毕竟 这是轻微天的碎片 要想扬解这种程度 至少得踏入造化境界 他眼中琉璃古灯凸显 照出一道道璀璨星线 彰显黑白流转的英国宇宙 深周虚幻时光长河浮出 静静向前 亘古不变 两者结合 顿时就弥漫出命运的气息 一言 可谓天下法 孟奇右手探出 带着因果之线与时光长河 握住了那块石碑 口中朗声道 此地当无尽至 灵性生出 便可成形 以自身操纵命运之能 对抗石碑之力 互相抵消 方能拔起 轰隆隆 虚空闷想 回荡四周 那块石碑 像是从无穷高处被拉下 像是从天地间被拔出 一株株奇花异彩 人参灵芝 似乎陡然间 多了几分活泼之色 枝条摇曳 如在行里 石碑刚被提出 清风吹过 寸寸成灰 岁月腐蚀 第二道金门露出 孟奇副手进入 深周似乎环绕着 无数星辰与星线 奔涌着永不停息的 时光长河 灰白石地方圆几十丈 立着同样的石碑 淡淡书写着 天条 此界生灵 当无法跨过第一层天梯 孟奇再次弹出右手 抓住石碑顶端 庄严肃穆宣告道 此界生灵修行 限制在几步在外 轰隆 被仙剑仇汪洋隔开的 两块大路 同时响起震雷 满空竟是紫电银蛇 似乎打破了什么 欢庆着什么 轰隆 某个门派内 白发老者正闭目进修 感受着那永远 无法突破的稚骨 心里沮丧叹息 等情绪历久弥新 可随着雷神震天 他全身一颤 只觉那座 亘古不变般的天官 轰然坍塌 水到渠成坍塌 他睁开双眼 恶然于自身突破 感应外界 只觉电光耀如白昼 天地似乎与之前 有了绝大不同 这是造化之妙 至极而返 在两块大路诸多地方 有着一位位 类似他的强者 轰隆 孟奇没有停留 继续往前 拔起了一块又一块石碑 此界当元气充沛 天才地宝不缺 功法品皆不限 炼制手段日益精深 此界混乱之海 当无迷雾 雷霆正常 漩涡不限 虚空无缝 时时可以通过 轰隆 昏暗汪洋之上 弥漫万古的迷雾 被狂风吹散 再不出现 毫不见断的子电轻雷 戛然而止 藏在幽深当中的恐怖漩涡 与虚空缝隙 一一恢复与愈合 大海避波万寝 蓝天如同水洗 所有人都明显感受到了 外界的改变 一切截然不同 而感悟着天地的那些强者 纷纷流下了 赶出莫名的泪水 八块石碑消失 孟奇停在了最后 那块空白之碑前 只觉他不断震动 在失去了其余加持下 有些无法镇压 风印下的动静了 稍作调整 孟奇再次运转诸果之音 献出时光长河 操纵起命运 抓向了空白石碑 石碑非常沉重 一点点被拔出 大地深处 发出沉闷响声 像是雷霆颠倒了位置 轰隆 一道炫子雷霆 从天而降 霸道绝伦 仿佛诸戒神雷之手 直接打在了 刚拔出一半的 空白石碑之上 将它打得寸寸飞灰 随着石碑的消失 原地露出了一个 弥漫着毁灭 与终结的幽暗漩涡 不知通向何处 原始天尊的行踪线索在里面 孟奇目光深深 专注打量 第三十三章 线索 情况不明 孟奇没有贸然进入 而是运转法身 凝聚神石 延伸入内 轰的一声 神石震荡 感官所见再也不同 幽暗漩涡内部 是一片没有边际的浩瀚 处处充满了毁灭 坍缩形成的混动 互相靠近 彼此吞噬 不断壮大 恢弘又恐怖 更加重要的是 在这浩瀚幽暗的介遇 连无穷高处 都仿佛坠落往下 分崩离析 带来传说本质的降低 不能无处不在 也就无法光靠神石 便进览该处 找到线索 初步弄清楚这里的状况后 孟奇自觉可以应付 清晰了口气 推下了道观 泥丸内冲出一朵 混混沌顿的沁云 幽光垂下 如同水墓 内里金灯万盏 金莲朵朵 再沉再浮 一步迈出 孟奇陷入了这个 满是毁灭 与终结意味的幽暗漩涡 深周延前 水墓般的混沌幽光 轻轻晃动 将毁灭风暴 终结之光等 尽数消解包容 顺利穿过通道 进入了 那片没有边际 如同宇宙的浩瀚 留下印记 标识道路后 他游走于 膨胀混动的边缘 向着深处探索 恐怖的拉扯之力 仅仅能让原始 沁云垂下的 混沌幽光 荡起些微连衣 刚要绕过 遮挡住 神石的混动星系 孟奇忽然心头一动 目现到一流离之灯 照向左手幽暗 一个恒星系的距离外 似乎飘荡着一道黑影 这不是受到 虽然孟奇在玉须宫内 只得到八九玄宫的前三篇 传说之路需要自身探索 之后的篇章尚未得到 但终究 亦是踏入了传说层次 遮掩天机变强 预感超过一般佛陀 接近九十合一 被人远远打量 都会有处必应 脚下祥云杰出 双手撕裂虚空 借助感应联系 孟奇直接降临于了 黑影飘荡之处 然而那里空空荡荡 属于几个膨胀混动 互相拉扯的交界之地 时空扭曲混乱 制造出了无数幻觉 难道是幻觉 孟奇微微皱眉 八九玄宫的 有触臂应太敏感呢 审查念头 回想刚才 他没有排除 真有一道黑影的可能 这道黑影若真的存在 它是属于这片介域的土著 还是悄悄跟着我进来 调查原始天尊行踪的窥探者 孟奇愈发小心 右手握住了袖中绝刀之柄 搜寻起附近 没有发现后 他保持着谨慎 继续往深处进发 绕过这处浑动星系后 孟奇眼前豁然开朗 毛子里印出了一片 翻滚肆虐着赤青黑白的天地 他们散发出古老幽远的感觉 像是天地开辟之初上 未被太极图定住的地火风水 除了这四种力量 物质生了又灭 灭了又生 总是无法形成稳定的形态 孟奇隔着遥远的距离 静静感映着这一幕 自家四项印 似乎又有所体悟 然后绕着这片疯狂撕裂的地火风水 以虚空挪移的姿态前行 过了不知多久 孟奇吐得愣住 因为这片地火风水 附着一层朦胧 有着自身边界 与周围无垠幽暗半重叠半隔离 非常怪异 似乎一边是过去 一边是现在 然后被某种玄妙强横的力量 生生打破了间隔 拉在了一起 这是过去碎片 是这片介域 开天辟地时的地火风水 孟奇满心疑惑 类似的状况 他还是第一次遇见 他有心询问顾小桑 但考虑到目前所得还不足够 因此 只是传递了视材见闻 然后继续往前 过了这片能撕碎 如今自己般的地火风水 孟奇发觉 前方愈发诡异 幽暗深处 仿佛万花之桶 布满了颜色各异的碎片 碎片真实为主 透着少许虚幻 有的弥漫死寂 恒心燃静 如被冰封 有的什么也没有 只于无穷无尽的混乱 而混乱则透着凝固 因为已然达到了顶峰 治乱则静 永恒不变的寂静 有的是旷古绝伦般的大爆炸 刺掠了碎片每一处 这些碎片 就像天地终结的不同可能 虽然靠得很近 有所连通 覆盖了那片界域 但彼此间 仿佛有着虚幻屏障 仅是微微交融 再次绕过此地 孟奇看到了四片四点的混沌 真正的混沌 与一片什么 也没有的虚无 互相吞噬 虚无边界闪烁着赤青黑白四色 散发出纪元终结的感觉 孟奇刚有靠近 忽然感觉自身在飞快衰老 连太上 无纪元使清云都无法阻止 身边虚幻时光长河自行凸显 将他环绕 延缓了寿元的流逝 恶然之下 他猛地后退 回到了之前的位置 这才摆脱了衰老 刚才短短两个刹那 自己就失去了百岁寿元 虚幻长河流淌 流离古灯浮现 借助他们 细细探查 孟奇总算发现 混沌与虚无之外 时空出现破碎般的混乱 有的地方刹那百年 有的地方千年一顺 混沌与虚无 透过来的影像 有的是几千年前的 有的发生在几个刹那之前 只是因为 他们自身的变化 以千年为伎量 猛地看到 发觉不了微妙差别 连时空都彻底破碎了 孟奇暗自撬舌 再联想到 本性灵光所在的无穷高处 都被波及 被直接拉下 他隐约有了猜测 这似乎是彼岸者的战场 带着这种揣测 他将之前所见 所感禁术 传递给了顾小桑 顾小桑沉阴片刻 难得有些感慨道 过去未来都被打碎了 不愧是彼岸者的战斗 过去未来都打碎了 仅仅这一句话 孟奇就豁然开朗 之前看见的地火风水 确实是 开天辟地时的地火风水 属于过去 而那万花筒般的各个碎片 皆是未来末日种种可能 他们原本风马牛不相及 精畏分明 但因为这方天地的时光长河被打破 诡异地共存于了 现在 而让自己失去百年寿源的破碎时空 便是时光长河的残骸 还好自己能感应到 真世界时光长河的冲刷 可以小幅度操纵命运 故而可以借来少许力量 这才避免了 被这方天地破碎长河 吞噬腐朽的下场 纪元终结般的虚无 赤青黑白四色 包容一切的混沌 这些都让孟奇感觉熟悉 刹那之间 他呼地将所见融会贯通 沉生道 是原始天尊和灵宝天尊的交手 象征无语开辟的原始天尊 象征有语终结的灵宝天尊 顾小桑声音空灵道 他们竟然在轻微天交过手 在天庭坠落以后 这里所谓的三十三重天 并没有包含道德天尊的大赤天 原始天尊的轻微天 灵宝天尊的羽余天 也就是 他们并非定海诸所化 统称为三十三天外大罗之所 轻微天都破坏成这个样子了 至于外面一点碎片 难怪杨俭称呼这里为轻微界 孟奇先是讶异于此 接着结合顾小桑的话语 品出了问题 原始天尊行踪成谜后 杨俭才开始追寻他的下落 于是发现了坠落于万界深处的轻微天 发现了这处战场 也就是说 原始天尊消失后 还在这里和林宝天尊大战过一场 而林宝天尊是最早消失的那位 想到碧游宫出现于昆仑山 想到冲和前辈所得的原始金章和九印等物 孟奇隐约有了点猜测 原始天尊与林宝天尊的消失 与彼此有关 这就是轻微界战场昭示的线索 以当初杨俭之力 都无法平复这处战场 只能封印 也正因为如此 若有别的线索 只要能拿走 杨俭肯定会拿走 两位古老的天尊 为何大战 之后又各自去了哪里 种种疑问泛起于孟奇心头 但他清楚明白地知道 后续的线索 恐怕在九重天最上层 突然 他再次心头一动 只觉遥远的距离外 之前所见的黑影 又一次窥视着这边 而等自己感应过去 黑影又是消失不见 确实有黑影 确实有窥探 孟奇想了想 小心围上 谨慎降临回出口 先行脱离了这片战场 刚回到山谷 他眼前忽然一花 看见奇花一草茂盛盛处 有一道虚幻朦胧的琉璃般身影 他头腕双记 面黄微虚 轻取洒脱 没有强横的气息 似乎只是一个幻觉影像 是刚才那道黑影 孟奇原始沁云照身 有所明悟 沉声问道 阁下是 这道人微微一笑 评到准题 第三十四章 三师 准题 若非到了传说境界 能审查自身念头 孟奇恐怕已是无法控制惊恶与恐惧 这多半是彼岸大人物 自己直接就撞上了一位 堪称古老的彼岸者 孟奇最早知晓 准题道人是来自风神演义 而这本书 疑似上古风神之战的投影 里面的人物 绝大多数都是诸天万界时打师的存在 比如原始天尊 道德天尊 和通天教主 因此 一直以来 他都怀疑 书中堪比三清的西方教两位教主 同样是古老彼岸者的映射 猜测接引道人是阿弥陀佛 准题道人是菩提古佛 菩提古佛又是谁 太古时代利压燃灯 成就彼岸的大人物 风神之战后 他世纪不显 如原始道德般藏身幕后 迎人等待 今日却突然出现于自己面前 排除掉恐惧惊讶等情绪 孟奇念头急速转动 从头到尾 疏离起此次的遭遇 短短刹那 他灵光乍现 会忙自生 有了种种判断 准题道人窥视上古彼岸战场 明显是为了寻找原始天尊 或灵宝天尊的下落 以彼岸者的能耐 若是苏醒回归 真身降临 连自己都能破掉的杨简封印 又如何难得住他 即使之前不知轻微界的存在 跟踪自己有所发现后 何至于默默窥视 所以 眼前的准题 应当只是借物显形般的投影 并不具备太强的实力 电光石火之间 孟奇以传说境界的能耐 做出了判断 消弭了惊恶与恐惧 面对准题道人 微微一笑道 原来是古佛显化 晚辈有失远迎 千万别说我与西方交友缘 他默默付匪了一句 准题道人轻取洒脱 笑容让人如沐春风 缓缓开口道 小友后生可畏 屡屡让人惊叹 若非早被欲须收纳 平道难免会生连财之意 心见如来 身成菩提 绝非狂语 客气了一句 他含笑继续 平道之小友 在追寻原始与灵宝的下落 且暂时不会信我 但等你入了九重天最上层 还是没有明确的答案 可以前来询问平道 准题道人 对原始天尊与灵宝天尊的下落 似乎又不是一无所知 孟奇心里泛起了疑惑 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 准题道人右手手指一画 点点琉璃光辉冒出 揭出了四个梵文 具体意思不明 但不蕴含玄妙气息 仿佛只是一个名称 到时候 小友如果想询问平道 只需默念这四个梵文 便可以得到回应 不用你进入菩提净土 他微笑说道 朦胧透明的虚幻身躯 瞬间随风消散 看着四个琉璃梵文 慢慢逝去 孟奇想了想 最终决定记下他们 倒要看看 准题卖什么关子 他的神识分化 部分警戒 部分探入左手翘穴 面见顾小桑道 准题道人 真是菩提古佛 他没有以戴成相指 因为说话的是自己 即使被准题道人感应到 也无所谓 他不可能透过自己的法身与真灵 直接探查内部的状况 毕竟得顾忌其他彼岸者 且本身尚未苏醒回归 因此只知自己提到了他的名字 不会知晓和谁交流时提及 顾小桑嘴角勾勒出弧线 似笑非笑道 相公先将那四个梵文封印镇压 再来说话 封印镇压 孟奇略微愕然道 对 忘记他们 一望他们 将他们封印镇压于记忆深处 否则每当脑海里闪过这四个字时 就会不自觉勾连那位 泄露秘密 顾小桑微微厚仰 下巴抬起 空灵笑意之中 多了几分威严 到了彼岸境界 只是脑海内闪过他们的特定名称 无须说出 无须默念 都会被感应 被察觉 甚至借助联系 窥探到秘密 孟奇顿生惊悚之感 准提到人这一手 还真是阴险狡猾 若非自己随身带着媳妇 不 随身带着具备金黄记忆 和见识的顾小桑 就已经着了道 当真神不知鬼不觉 本性灵光闪耀 似从无穷高处 照彻了心灵大海 无数念头分涌 一一审查 凡是涉及那四个梵文的记忆 尽数被混沌无极之一包裹 被诸果 之音的光芒笼罩 层层封印 置于心灵大海底部 做完这一切 孟奇在回想那四个梵文 发现自己果然已经遗忘 至于为什么不直接摧毁相关的记忆 孟奇凭借与顾小桑 打了那么多年交道的熟悉了解 早就清楚了他的用意 等到关键时刻 可以解开封印 回忆起四个梵文 装作不经意闪过这些念头 将错误的秘密 传递给准提道人 以此攫取极大好处 够阴险 我喜欢 等孟奇神时回归左手翘学 顾小桑才单手脱塞道 他是太古时代的佛门大人物 自开菩提今生之路 后展去三师登陵彼岸 这三师有说是善恶之三师 也有言是过去现在未来三师 道人便是其中之一 若为善恶执念 则是恶念或执念之一 如果是过去现在未来 则必定是过去之身 准提道人 只是菩提 古佛三师之一 孟奇对这太古秘文 听得很是专注 好奇到 三师中的另外两句呢 还有什么显赫奢者人物 是菩提古佛的三师 顾小桑扶起笑意 摇了摇头 三师之二非常神秘 除了寥寥几位 无人知晓 我也不例外 当一件事情 能以神秘来形容时 往往就有了未知的恐惧 孟奇忍不住怀疑起 有些事情 与菩提古佛三师中的 另外两句有关 心计不已 收敛起这番心思 孟奇推测道 他最初对那两位的行踪下落 应该没什么头绪 因此才偷偷跟着我 潜入上古战场 但从战场痕迹里 他窥出了某些事情 于是有了一定猜测 现身拦住我 言语动心 四个范文 只是顺手而为 楚心积虑对付自己这个传说 不像是彼岸大人物的风采 孟奇更偏向于准题道人 顺手落了一字 不错 相公越来越睿智了 顾小桑巧笑倩熙 轻轻鼓掌 对他的野鱼 孟奇早就习惯 不为己慎 韩笑交流了几句准题之事后 转而道 你可知 还有什么秘密入口 可知九重天第三层 找到灰石大殿 只有从那里 才能进入九重天最上层 顾小桑笑了一声 眸子灵动 定定看着孟奇 好半天才到 原本是有的 可惜那一层 都被某个蛮子给毁掉了 再是秘密入口 也没法进去 都怪大盗之术 孟奇甘笑两声 皱起眉头道 那还有什么办法 踏入灰石大殿 顾小桑略坐陈阴道 共鸣 若高揽风天台修筑成功 以人道统天 自然就会与九重天 共鸣交融 献出最上层 与灰石大殿 同样的 如果有谁掌控了 天地部分权柄 再立了一定规模的天庭 也同样会有共鸣交融 让最上层 与灰石大殿自然显露 当然 维持时间有多长很难说 这样啊 孟奇若有所思 点了点头 不管如何 总有个努力的方向 这时 顾小桑双手举起 伸了个姿态万千的懒腰 毫不掩饰自身的美好 然后笑音音道 相公 妾身接下来的闭关了 要炼化先天之德 借助他的本质 提升自信灵光 回到无穷高处 自然投影万鉴 你可得保持睿智 别太吃亏 否则妾身会心疼的 他眼眸闪动 亮如星子 似有情若无情 孟奇正在说话 顾小桑呼得奄然一笑 寻觅亲帝也别放松 这对你日后 亏是未来自有一定好处 同样的 也隐含了对你的好处 孟奇故作不查 为难道 因为涉及彼岸大人物 和大神通者们 我对未来的推演 近乎一片模糊 根本看不到任何一种未来 更加找不到亲帝存在的未来 这该如何联络他 当今之事 有谁亏见得到某些未来 自己不行 齐正言不行 王大公子也不行 除非他拿回洛书 且洛书苏醒到造化层次 而广城子他们 还未彻底回归 顾晓桑并未掩饰 自身早有准备 眼波流转道 外道六师的道统 其中只虚山 邪命派 吴想宗都很擅长推演 你若能见到他们的祖师 应当可以窥见某些未来可能 说到这里 他笑了笑道 正因为窥见到 被彼岸者们占据的那些未来 问身派才愈发觉得一切注定 宿命已成 难以改变 让自身成为了邪命派 吴想宗则是觉得 未来太多可能 飘渺不定 而大道更加难以探知 于是信奉不可知论 听着顾晓桑介绍外道六师的道统 孟其心里闪过了两道人影 只虚山的岳子清 问身派的天命道人 前者方宗缥缈不可寻 后者在金敖岛之事后不久 便离开了天命关 下落不明 第35章 谋划将来 顾晓桑闭关之后 孟其并没有立刻离开清威界 而是花费了较长时光 仔细探索了一遍上古彼岸战场 可惜的是 与预料的一样 没有额外线索 仅仅能知晓 原始天尊与领宝天尊消失后 还曾经在这里大战一场 他用无极应语道一应 重新封印了此地 免得破灭波及外界 然后顿出此界 返回了昆仑山玉虚宫 看见门房内大清根被挤到了一边 啸天犬端座椅上 两爪飞舞 愉快地玩着游戏 完全无视了大清根悲伤欲绝的面容 汪汪汪 感应到孟其回来 啸天犬欢快地打了声招呼 而大清根猛地扑出门房 与带哭腔道 老爷 您 您可得为小的做主啊 这是真的没人知道 网络对面是不是一条狗了 孟其复匪了一句 随手设来一块偏重游戏性的 万界通食符 丢给大清根 淡然道 作为玉虚宫的门房 从哪里跌倒 就要从哪里站起 大清根抓着万界通食符 颜色游青转子 游子转黑 最后青里透红 重重点头道 小的明白了 他杀气森森 战意盎然 扭头便对啸天犬咆哮道 死狗 哎 对局单挑 十局六胜 孟其没有围观他们 只是福娥为大清根默挨了三遍 以传说的反应速度 对自身念头的审查掌控 若没有对应极数事物的加持 大清根只能被虐 可是 好好一条啸天犬 怎么进了 我的昆仑山玉虚宫后 也有所堕落了呢 是此地风水不好 还是我个人魅力太强 走回进室 登上云床 孟其收敛心神 思索接下来该做的事情 九重天最上层一时半会是没法进入了 但亦不能守株待兔 等着大哥完成人道统天 或者有谁拿到天地部分权柄 得为此努力一二 多加尝试 比如从鹿鸦手中拿到风神榜 比如按理推波助澜 绕圈子帮寒广初步建立天庭 掌控权柄 引发共鸣 然后再引动布置 让它跌入尘埃 免得杨虎为患 不过 这个办法非常不易掌控 像是行走在悬崖边缘 稍微出错就麻烦大了 只能作为备选谋划 从长记忆 追寻青帝下落 有助于我日后窥视未来 可惜外道六师向来神龙见首不见尾 连小桑也不知他们根本所在 而且 要寻找的那三家 又都擅长推演和遮掩天机 靠目前层次的诸果之音 多半无法追溯 嗯 此事可以问问王大公子 他对纸绪山似乎颇为了解 弥勒和牛魔王等 虽然遭受重创 但燃灯古佛与魔君 被逼得提前苏醒了 即使不复圆满 也是当时最顶尖的强者 必须小心他们的举动和谋划 尤其其师兄那里 魔君怕事不会善罢甘休 定有手段 不能不防 总的来说 当前局势步入了较为舒缓的状态 给人族众生流出了一段 可以潜心修炼 寻找突破的时光 风天台半城 掌控了大地权柄 延伸入了万剑 大哥在他我之事 无需再浪费功夫了 不出意外 传说指日可待 但他曾经人格分裂 一边至情至性 一边冷酷狠辣 后来虽然借助金生境连接融合 成功康复 可这段经历 会不会影响到 他堪破我之为我 或者说 这样的经历 反倒有助于 他弄明白我之为我 师父继承了地藏菩萨道统 终于踏破关爱 正的金生 将来前途不可限量 但局势再生变化前 怕是没希望成就大菩萨果位 更别提正的传说了 而另外一方面 地藏菩萨金生 柔和了报身的东西 若想继续提升 少不得许下渡魂之类的大院 很容易卷入争斗 只为要不了多久 便能踏入天仙境界 包容的他 我数量已是足够 可正的传说 还有我之为我的关爱 需要深厚积累 才能堪破 一时半会指望不上 唯有陆大先生 与苏无名前辈 经过这次我不我 你不你的合体 多半有所领悟 希望他们能尽快成就传说 尤其苏前辈 走得正统路子 短时间内突破的机会不小 若真要推波助澜天庭之事 就一定不能 让韩广在此之前正的传说 必须多加阻挠 赵老吴几年前就有法身之望 可闭关突破却未能成功 不知出了什么岔子 小吃货积累已足 魔力远超他人 年内必能成就法身 可他集齐了福皇两大情谱 与这位活跃于太古末年 上古初年的疑似大人物 有了某种程度牵扯 不知会不会出意外 必须多加看顾 一个个念头转动 梦奇发现自己要做的事情 当真烦多混乱 而且多半是忧心他人 想提供帮助 为大妈的钳制 喜欢操心 重情重义 梦奇审视着念头 厚颜无耻自赞了一句 他并没有排除这些情绪的干扰 因为审视之后 明白这是自身确实想做的 将这些事情从头到尾 又思索谋划了一遍后 梦奇陷入了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 为什么各大势力 都要谋求掌控天庭 统御众生 建立地府 完善真实件 彼岸之下 为了践行自身之道自身之路 那是不得不做 无需多言 就像弥勒 旁人笑他辱他匪他 觉得他少了佛门清静之心 形式不够佛陀风范 但这都是为了完成 建立地上佛国 度尽世人的道路 可彼岸大人物们呢 上古年间 争夺建立地府的主导权 又是为了哪般 这绝对不是表面上的权柄之争 必定隐含着什么深层次的东西 但这究竟是什么呢 梦奇苦苦考虑 百思不得其解 可如果不弄清楚 彼岸大人物们真实的目的 将来又如何把握局势 跳出棋盘 成为真正的棋手 或许只有自身尝试一下 才能明白 大人物们真正追寻的是什么 梦奇若有所思点头 有了构建自身地狱的想法 而且 如今阴曹地府 虽然被封都大帝抢了先手 但也不算彻底成功 还有机会 想到这里 他突然灵光一闪 师父修炼的是地藏菩萨精神 刚才我还忧虑他 少不得许下度 禁地欲恶鬼类的大院 容易卷入大势争斗 现在看来 似乎可以助他一臂之力 此事危险 光照成般 梦奇从思绪里回神 重归现实 然后明白 自身当前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修炼 修炼 以及修炼 争取尽快投影万界 达到他我印记随着宇宙诞生 或骤光碎片分裂 自然出现的圆满层次 在此之前 他拿出万界通识符 选择了联络王大公子 嘟嘟嘟 短暂的响声之后 王思远并若声音 透过万界通识符传来 可 有事寻求帮忙 神棍果然是神棍 梦奇赋匪一句厚道 我见到天道怪物了 当时我也在尝了 王思远与戴笑一道 对高揽的失败 似乎早有预料 他究竟是什么来头 梦奇顺甘往上爬 追问了一句 王大神棍对天道怪物绝不陌生 当初可是从他的控制下 以死为尽 跳出了棋盘 王思远短暂沉默 然后剧烈咳嗽了几声 若能清楚他的来头 我又何须埋葬王家过往 行此激烈疯狂之事 不过我有两个猜测 一是他涉及太古时代的道尊 一是 他为某个死而未将的 彼岸大人物所化 为二正得道果的道尊 死而未将的彼岸大人物 梦奇微微汗手 记下了王思远的推测 转而问道 你可能找到指徐山 或者邪命派 无想宗的弟子 有缘欲见 有所知晓 可 可遇而不可求 王思远说道 据说外道六师 都在混沌边缘 自开了一方天地 类同当初的魔界 而且 他们六脉专注自身之道 游历江湖只是为了验证和求索 向来不干扰世事 行踪无法把握 可 你可以找西年娑婆净土的 佛陀菩萨问问 毕竟外道六师 与佛祖关系匪浅 或许有他们的线索 西年娑婆净土的菩萨佛陀 绝大多数 都进了无上真佛的肚子 梦奇思绪转动 锁定了两位人选 一是不死妖神 一是文书广法师姐 又谈了一阵 商定了一些事情 梦奇居委会大妈体制发作 关切问了一句 你最近在做什么 王思远咳嗽了几声 语气浮出几分疯狂 等下次遇见 你就知道了 万界通识服联络中断 梦奇嘴角抽了抽 微微皱眉思索 这疯子又在谋划什么大事 赵恒猛地从梦中惊醒 只见月光穿透窗户 洒在身前一片清冷与宁静 但他顾不得欣赏这样的美景 呼吸粗重 好半天才恢复过来 又做那个噩梦了 突破失败 万般成灰的噩梦 自己以为能够放得下以往 放得下过去的暴富 结果闭关尝试突破时 平常不显得惆怅 空虚和矛盾都显露了出来 难以迈出那关键一步 是啊 过去几十年 明刻在血脉里的道路 岂是那么容易忘怀 当初在神都时 小梦曾经打趣地 说了一句互换位置 他做皇子 我做大侠 可我却直接决绝了 连附和着开玩笑都没有 由此可见真实的想法 如今要重建道路 只比弥补玄关 有悔容易一点 身心不一 自然顿足不前 噩梦连连 第三十六章 故国不堪回首 静坐半晌 照横缓步走到窗边 沐浴着清灰 仰望着冷月 心头既萧瑟又迷茫 虽然自己如今是大洲顺位继承人 分享到的众生之力 由盛当初难面称帝时 但有生之年 怕是无望那只高宝座 一则高蓝处在天仙顶峰 距离传说只有一步之遥 日后境界不可限量 除非出现变故 否则寿缘长 自己决然等不起 二世即使出现意外 高揽中盗崩祖 登陵大宝者 亦不会是自己 甚至不是顺位 排在前面的小梦 那个时候 大洲天子 只能任黄剑 挑选的心意认主人 而任黄剑认主之上 自己不觉得 会有奇迹发生 所以 自己以往的报复 以往的意愿 统统都只能是尽花水月 而没有了这些 空占位置 分享众生之力 又有什么意义 浑浑噩噩噩 行尸走漏罢了 是不是该彻底放弃过去 重新寻求新的道路 可未来的路又在何方 赵恒一遍又一遍问着自己 但始终没有答案 不知过了多久 他看见冷月西沉 心中忽然生起了 莫名的想法 不知此时的神兜 是否能看到 同样的月色 此念一起 他顿时涌现出 浓浓的思乡之情 那承载了自己 过去几十年人生的地方 如同画卷 一幕幕闪现在脑海里 宫城 殿阁 魏王府 以及大街小巷 是该回去看看了 看看过去的痕迹 走入回忆当中 找到新的道路 做出决断后 天色刚明 赵恒就进入长乐皇宫 求见了高岚 沿自己在外多年 呼声相念 想回神都记足 高岚目光幽深难明地 看着他 没有多问 汗手阴运 十指正午 运河之上千番遮日 百葛征流 好一番热闹繁华的景象 神都耸立河畔 庞大的仿佛太古巨兽 威延而深远 沿着运河两岸 则修满了房屋 喧闹生动 神都还是这般恢弘 宦官虎斗立在船头 落后赵恒一步的距离 他看着熟悉的景象 忍不住感慨有声 当真虎聚龙盘 气吞天下 闻言 赵恒轻轻叹了口气 仿佛回到了年少 那个时候 神都是天下忠心 胜过长乐不知反几 万商来朝 世家汇聚 真正的气吞南北 地心高照 王道威延让强者高手们 不敢随意声势 今时行虽在 气已消 楼船停靠港口 赵恒背负双手 领着虎斗 穿过了深深的城门洞 穿过了多年的时光 他是大宗师 外出不可能找个法身高人保护 因此 只是带着始终跟随的宦官虎斗 低调南下 入了神兜 赵恒略坐停顿 便选择了方向 没有前往内城 而是越行越偏僻 王爷 这是去 虎斗发现 景色越来越熟悉 心中一动 开口问道 赵恒微微点头 嗯 去那里 说话间 前方已是出现 一座占地极广的园林 奇花争宴 瑞树成林 贯通神都的河流 在这里曲折回环 极尽严态 美不胜收 玉林院 胡斗泥南般 低语出了园林的名字 这座皇家园林 为世人知晓 是因为曾经与此举办的穷华宴 而宴上 圆皇摩帝等当是风云人物 或光芒万丈 或崭露头角 在史册里 书写了辉煌的一页 但对神都肇事来说 刻骨铭心的 却是穷华宴 承载的希望与失望 顿光一闪 赵衡与胡斗 进入了玉林院 只见曲折河流 多有改道 留下了明显的痕迹 一汪大湖水光灵灵 四周能见裂缝 等荒凉景色 赵衡缓慢夺步 仔细打量着这些残痕 心头百感交集 他们的出现 毁掉了神都肇事中心的 最后机会 当时还不觉得 最近几年愈发看得透彻 若那个时候 穷华宴真正的布置成功 没有神话的天地 寒广捣乱 没有放大劫雷的神秘人物 肇事便能有法身人物镇压 平衡局势 可以赶上之后 风起云涌的变化 不是说有法身就能抗衡高揽 而是有了法身 展现了足够的价值 占据真实界 如此宽广疆域的大境何仇 没有大人物拉拢布局 借此可逐步壮大 与高揽分庭抗礼 可惜 神都肇事错过了这最好 也是最后的机会 若真能回到过去 改写这段历史 那该多好啊 赵恒闭上眼睛 呼吸着河畔清风 当初穷华宴的经过 一一在心头流淌 回不去 终究是回不去了 旁边的湖斗背井离乡 异地为客 意识感怀深刻 此时长须短叹不已 赵恒睁开眼睛 望向内城 叹了口气道 回府吧 魏王府坐落于皇城附近的多子巷 环境清幽 车马稀疏 虽多年无有主人居住 但总少不了下人仆役清扫 寂寥却干净 赵恒没有与任何人打招呼 直接穿庭过院 抵达了书房 房内有好几个书架 摆满了书籍 暗机靠在窗边 映照着午后惊阳 看着这熟悉的场景 赵恒似乎看到了当初的自己 小小的身影 坐于暗机后 目光专注 刻苦读书 不舍昼夜 在每一本书上 都留下了稚嫩的笔迹 因为生来体弱 无法练武 多受忽视与轻蔑 自己心有不甘 只能封了班念书 希望借此得到改变命运的力量 那时候的王爷 就展现出了过人之处 胡斗仿佛明白赵恒所想 也似乎回忆起了同样的画面 忍不住道了一句 那是因为到了绝境 只能抓住每一根稻草 不管能不能救命 赵恒目光 看向书房左侧的屋子 如今它空空荡荡 没有任何事物 但在多年之前 那是自己受难之地 摆满了卢顶平冠等物 为了治好先天不足 自己便寻神医药方 尝试了很多办法 有针灸 有药针 有丹水煮身 有各种奇奇怪怪的药丸汤剂 每一次都受到极大痛苦 生不如死 若非府内高手以内静护心 有御医待命 恐怕早就夭折 在这样的经历里 自己慢慢成行了报复 得六到一之后 一步一步向着理想前行 有了自身之路 那样发愤的自己 那样不甘的自己 那样煎熬的自己 形同自虐 也从未想过放弃 要死不活的过一辈子 赵恒静静看着以往的自己 似乎便做了泥雕木偶 不知不觉 大日息坠 晚霞悟空 他再次长叹一声 转身离开了魏王府 走向皇城所在 自大静归父后 神都皇城已是两分 一边留给赵氏 一边作为留守府 他们刚进留守府 一位头发斑白的中年男子 便迎了出来 拱手道 神都留守前千拜见晋王 前千 赵恒看着这位宗师 只觉有些耳熟 前千笑道 因着元皇先尊 卑职之名 常被世人念叨 是你啊 赵恒点了点头 想起了是谁 剧传小梦出入神都时 距于安太楼 有无管天人合一的高手 前千趁夜挑战 一刀而败 但被提点了一句 路在脚下 之后 他大彻大悟 战胜了心魔 离开神都 一步步丈量自身之路 最终完美晋升 如今已是宗师 两年前成为神都留守 寒暄了几句 前千引着他们入内 四周宫格重重 竟是赵恒熟悉的景象 过往的回忆 前留守 孤触景生情 想在 留守府走动走动 赵恒说道 前千没有拒绝 微笑道 殿下随意 道了一声邂逅 赵恒与胡斗 走向留守府深处 此时夜色已浓 宫锁幽静 凉风甚人 缓步于略显阴冷的宫格之中 赵恒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胡斗不敢多言 静静陪伴 不知不觉 他们停在了一处宫殿前 这里弥漫着阴森与寒冷 赵恒闭了闭眼睛 吐了口气 传音胡斗道 归附大周后 秦王并未北上 再次尝试了一次突破 可惜还是失败 根基受损 再难弥补 于此郁郁而终 秦王曾经做了那样 无力又绝望的挣扎 胡斗呼声沉郁之情 不知该如何回答 随着赵恒 踏入了这座宫殿 刚推开大门 两人眼前同时一亮 因为殿阁之内侧 对自身站着一位 宽袍大秀的男子 头发乌黑 扎着木簪 洒然自若地望着窗外 清冷明月 摩尸 赵恒脱口而出 韩广悠哉转身 韩笑看着他道 终究等到你回来了 第37章 一声叹息 月明星不息 磕磕璀璨 大如气死风灯 将清月衬托的梦幻而冷冽 赵恒站在殿阁之中 正正望着夜色美景 脚边胡斗憨然入睡 四周一片寂寥 做你的傀儡 和做大周晋王有何区别 实质还不是一样 嘿 当今之事 哪方势力背后 没有大人物的影子 权倾天下四高揽一样如此 即使西年本作 不破坏穷华燕之事 神都肇事到头来 还不是得上成天意 依附某位大人物 而本作虽然当下卑微 但此心不改 道路不变 置在彼岸 欲成操纵天意的大人物 几层着眼繁俗全世 到时候 与神都肇事最理想的状况 岂非不谋而合 之前的对话 一句句在赵恒脑海内流淌而过 敲打着他的心灵 让他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不知不觉 冷月西沉 大日东升 天边一抹亮色 驱散了夜晚的冷季 压制了宫廷了千百年沉寂的阴森 赵恒轻轻吐了口气 收回目光 唤醒了脚边的胡斗 王爷 王爷 我怎么睡着了 刚才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胡斗茫然柔眼 惊恶交加 他最后的回忆 定格在推开这座殿阁的大门之上 只觉四周幽暗 宫廷深深 内里仿佛藏着什么不好的东西 将有惊悚莫名的事情发生 难道 难道是秦王玉玉儿中留下的执念 否则再是残缺外景 自己也不该突然沉睡 而且一直睡到了天明 赵恒平但无波道 有些执念不便让你看到 所以 姑让你昏睡了过去 果然如此 胡斗卸下忧虑 打量电格 发现晨曦照耀下 这里依旧残存阴冷森然的感觉 不由自主就打了个寒颤 秦王当初镇压大镜皇室 看似庄严微风 然而天下大势 已渐渐轻颓 他心里怕是积压了沉重的负担 有着挥之不去的遗憾 到了最后 守护的一切随风飘去 只能郁郁而终 留下深刻的执念 殿下 我们现在去黄陵吗 胡斗跟着赵恒几十年 向来善于揣摩他的情绪 知道此时提及秦王不好 赶紧转移了话题 赵恒点了点头 副手走向殿外 嗯 去黄陵 顺便和钱留守告辞 让他转告人皇 孤愧于法身关爱 想在江湖之上四处走走 看看民生人道 寻找突破契机 胡斗猛地愣住 心头一片茫然 王爷怎么忽然 想要四处走走了 出京时 不是只说思乡祭祖吗 他迷惑地跟着赵恒 心中念头百折千回 最终还是觉得此事正常 毕竟自家王爷 困于半步法身多年 各种挣扎和痛苦 不足为外人道也 穷则思辨 换个环境 体验人道 理所当然 留守府大厅内 潜潜为难地看着赵恒 晋王殿下 您为高升贵 一举一动 皆能扯动朝堂 贸然游历天下不太好吧 赵恒微微一笑 姑理解你的顾虑 要不你 直接请示陛下 让他做出决断 如此甚好 潜潜露出了笑容 当着赵恒的面 拿出一个金色万界通食符 这个特质的通食符 可以直通常乐皇宫 抵达当今天子暗头 是每一位封疆大吏 才有的权限 自身虽然不算 益州总管或刺史 但所镇乃前朝旧都 当然不比寻常 金色万界通食符 绽放萌萌光彩 闪烁着变化不定的电芒 勾连着远方的常乐 过了几夕 一道清雅的声音响起 钱留守有要是禀报 每个特质万界通食符 一一对应 常乐皇宫之人 无需接通 就能知晓是谁 潜潜恭敬道 李总管 晋王将去祭祖 同时想要游历江湖 以寻找突破法 升官爱的契机 还请名向陛下禀报 对面的李总管 短暂沉默后道 你先等着 过了片刻 他的声音再次响起 钱留守 转告晋王 多留意民生之事 找找大洲当前弊端 卑职遵命 钱留守挂断了万界通食符 抬手看向赵衡 微笑道 陛下已然答应 赵衡正了正 玄机勾勒笑容 陛下时时不忘民生之间 不愧为当世人皇 接着 两道顿光飞起 出了留守府 直去皇陵所在 大敬皇陵并未因为国王而败 毕竟神都赵氏尤存 还是世家底子 自有成员轮换看守 此时 一座座灵寝衣山傍水 各具行胜 都占据了一等一的风水宝地 行走期间 会明显感觉到一种 庄严肃穆的氛围 似乎被一代代帝皇威严注视着 赵衡没有通告此地看守 穿过警戒布置 缓步往上登陵 每过一座灵寝 他都会驻足凝望 然后壮四陈仲第三寇九拜 一直到了最后 看见大静开国太祖之墓 他才低声道 不孝子弟赵衡 今日前来告罪 又是一番三寇九拜 旁边的胡斗紧紧跟随 心里却暗中叹息了一句 这大静终究 还是亡了 自己人生最蓬勃的阶段 也随着大静埋葬了 赵衡缓缓起身 俯视山峰四周 低沉开口道 走吧 四下看看 南荒碧空晴朗 山势起伏 从高处一眼望去 像是进入了山的海洋 其中一座孤峰上 胡斗战战兢兢 不敢抬眼 一位自家王爷旁边站着的 是那位名满天下的南荒摩地 不管有多少人 对他赞誉有加 光是魔皇找三个字 就让自己切于直视 赵衡立在悬崖边缘 狂风拂面 头发飘舞 忽然叹了口气道 当初结识之时 谁能想到名声低微的我们会 各有际遇 处在如今的境况 当初的队友里 一位是御须长教 当时传说 诸界唯一 能搅动天下风云 执掌霸王绝刀 一位魔名遍传环宇 占据南荒 行前无古人之事 遭受大能大神通者们的忌惮 身怀魔皇之爪 一位列在仙班 传说有望 剑神之名 让人如雷贯耳 一位偏居江东 情义并世无双 即将成为仙人 就算最不计的自己 也是大周晋王 顺位继承人 排在得榜前列的大宗师 其正言望着云展云书 面无表情道 我虽然信奉自强不息 一生虚靠努力 但也不得不说 际遇亦很重要 或许便是自助者天助之 赵恒回头看向他 苦笑道 同样的 我也没有想到 你会选择这样的道路 不说举世皆敌 但也算是遭天人疾恨 危难重重 其正言没有情绪变化地道 若作行尸走肉 活上万古 又有何意义 我身在此道 虽久死其有未毁 有的时候 我很羡慕你 赵恒吐了口气 说完这句话 两人陷入了长久的静默 过了一阵 赵恒转身踏出悬崖 乘云而去 其正言身后的黑甲魔圣疑惑道 他来到南荒 就是为了说这些闲事 其正言没有说话 目光注视着云海 狼牙城内 阮家祖宅之外 赵恒带着胡斗 缓慢绕行 忽然 他们耳畔听到了一声清幽情音 浑身为之一颤 四周似有猎天遍地之招 琴声转急 大猪小猪落玉盘 天色迅速阴沉 附近花草树木瞬间凋落 继而枯萎 竟然直接失去了生机 此时 琴声一变 悠扬婉转 仿佛天宫仙月 充满了蓬勃朝气 让人沉醉 那枯萎的树木重发心律 琴花再次绽放 又是生机盎然 两首曲子各成一态 分韵生死 似乎在半空凝成黑白虚像 恰似一个原点 半晌后 琴声鸟鸟而终 赵恒正了片刻 微笑转身 对胡斗道 走吧 不用进去了 胡斗压一开口 赵恒边行边言 他两门先取大成 生死交加 且控制精细 能只影响花草树木 表明一定时间的稳固后 就能踏破法山关爱 可这和我们进不进去 有什么关系 胡斗还是茫然 赵恒没有理会他的疑问 滴滴迎道 命若累乱 生死难测 不用再去喜剑阁 再去昆仑山了 顿光滑破天际 他和胡斗直回常乐 踏入自身府邸 接着 赵恒端坐云床 挥手关上静视之门 双眼半开半合 嘴边一声叹息 然后运转内景 开始尝试将法相 元神与肉身合一 轰隆 高空呼得昏暗 千云密布 一道雷霆猛然劈下 寒广离开神都后 身影便虚 朦胧难测 宛若时光 扭曲之间就消失在了原地 顿入了一处隐秘所在 此地里有一人 身材矮小 容貌古捉 大红袍 鱼尾观 而他的身前建有一台 台上结一草人 头上一盏灯 足下一盏灯 第38章 只等东风 灯火相照 草人欲黄 整个场景透着淡淡的骑轨 而感觉到韩广的近来 身穿大红袍的矮小道士 微微一笑道 万事俱备 只等东风 韩广悠然自得 含笑发声 有劳道君了 这矮小道人正是路亚 而身前的布置 乃他明镇上古的两大手段之一 钉头七剑书 亿万劫万 咒杀敌人于无形 新年灵宝天尊门下悬坛 真君赵公明 便是死于此法 轰隆 乌云遮蔽长乐 轻为成树 猛地下批 一下就将靖王府的陵墓 靖树辟的浇黑 让他们燃起了熊熊火焰 使阵法应急而动 胡斗吓了一跳 正在查探 却发现自家王爷闭关的靖室内 明簧迸发 渲染往外 像是一浪接一浪的汪洋大海 而与此对应 长乐浮光凸显 积累的众生怨力 绘成了一条条金色真龙 他们遨游于明皇之阳 涌向了王府 形如万龙捧珠 场面辉煌而壮阔 胡斗看得目瞪口呆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王爷 王爷怎么突然就尝试突破了 不是心结未解 道路徘徊 停滞不前吗 轰隆 高空群魔乱舞般的青涩 雷霆会成一道 刹那披下 直指照横闭关禁事 恰似贯通天与地的桥梁 将方圆万里照得亮如正午 这时 竟是之内狂风呼啸而出 席卷网上 带来天经地动般的震荡 将青雷切割得四分五裂 轰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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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道接一道的天雷相近而下 有青色 有金青色 有纯金色 有金紫色 绚烂亮丽 但又蕴含着毁灭万方的威势 不过 他们都被镜室内展出的剑光 和撼动乾坤的掌力 一一抵消 胡斗已固步的思虑疑惑 心里只有一个执念 王爷一定要成功啊 指望满天神佛庇佑 祈求昆仑山玉须公园皇大 先遵避佑王爷度过天节 正道成仙 轰隆 第九道劫雷劈下 金子转为了唇子 绚烂亮丽 却霸道绝伦 像是能直接将晋王府所在 化作飞灰 就在此时 晋室内飞出了一道身影 头戴平天官 免留垂面 遮住熔炎 四周众生怨力所化金色 真龙盘绕簇拙拥 近似融合 而怨力之外 天地分解 化为八卦虚影 昭显着乾坤 奉天成月 雷劫退散 这道身影 发出威严庄重的宣告 引着万条金龙 就迎上了炫子劫雷 轰隆 高空一声沉闷雷鸣 子电被金龙包裹 诡异崩解 乌云随之消敏 天朗而泣青 身影落下 金龙入体 天官免留和八卦虚影等 竞数收起 现出了赵衡的模样 与以往相比 他眼眸深处 多了一抹 泛着八卦虚影的淡金 看着身前的王爷 胡斗激动莫名 哽咽道 恭 恭喜王爷 贺喜王爷 此官一 一破 名列先班 赵衡微微一笑 总算宁救天子法身了 胡斗情绪翻滚 好不容易才平复了少许 但心头随即又升起了 浓浓的疑惑 难道出去几个组 游游故地 四处走动一下 王爷就重新找到 并确立了道路 王爷成就法身便是大喜事 昆仑山玉虚宫 端坐云床修炼的孟琪 遥望着常乐 欣慰汗手 赵老五总算突破了 此官一过 对如今的天地法则而言 地先天先 并非不可逾越的障碍 倒是小吃货 猎天遍地取 与龙龟被授谱 大成 生死和以后 竟有几分异象 仿佛能勾连 某处奇轨之地 而这两门先取 皆是上古初年的福皇所留 且他执掌着和徒 善演天机相当神秘 不能不防 必须多加看顾才行 必由天内 仙际成员来来往往 比过去多了不知反几 自六道轮回之主 放开兑换预助的限制 想要与万界通识天地竞争后 仙际势力膨胀极快 甚至不乏万界宇宙的强者加入 不过窦母援君夜遇其秉承 明确无乱的观点 把关甚言 因此还没有出现 良有不齐的状况 孟琪私下里则吐槽 是因为上古仙人数量有限 正式成员一多 称号就会重复 难免出现太乙天尊一号 太乙天尊二号这等窘事 所以 有着完美强迫症的寒冰仙子 才提升了正式成员的门槛 毫无疑问 现在仙际的预备成员 都没有称号了 仅能挑选武道神通 获得对应补贴 站在碧游宫内 戴着斗母援君面具的叶玉琪 看着外面人员鼎盛的景况 心头百感焦急 几十年前 何曾想过会有这等局面 仙际伴随了他大半个人生 冲和道人 更是如师如赋 战胜神话 壮大仙际 向来是他的心愿 然而当这一切都获得实现时 却有一种惆怅茫然的感觉 光是原始天尊 就能横压神话 所有成员一头 仙际的成就 与自己似乎没有多大关系 而且 境界与实力的差距越来越大 后来者也一个又一个追赶上来 比如外围成员赵衡 如今也正得了法身 援君 在想什么 瞿九娘虽然戴着面具 但双眼睛亮声光 灼灼有神 衣服随时随地 都能看见诸多财富的样子 毫无疑问 在他眼里 每一位非正式成员 都是移动的宝库 尤其和原始天尊苏梦合作之后 万界商场都有他的自豪 斗母援君夜遇期看了瞿九娘一眼 被他的活力所沾染 忍不住道了一句 九娘 其实你不该选陛下援君的称号 你该挑玄坛真君 他是天庭财神 道路最适合你 瞿九娘愣了愣 双手猛地一拍 对呀 如果选了玄坛真君 以我的特长 如今就算正不了法身 那也能成大宗师啊 他已然忘记了 最初目的是询问 斗母援君的心事 满脑子都是找如今的 玄坛真君 交涉互换称号的事情 这时 带着嫦娥仙子面具的 阮玉书踏入 情绪似乎有些沉宁 出了什么事 叶玉琪问了一句 阮玉书黑白分明的双眼 缺乏足够的神采 低声到了一句 有些心事 性子偏冷的叶玉琪没有多问 不干涉别人私事 正当他要离开碧游宫时 却听见阮玉书语气游一道 袁君 有个问题想请教您 叶玉琪看了看旁边 神游天外的瞿九娘 传音道 何事 阮玉书同样传音 清冷之声有着几分黯然 为情所困 为情所困 叶玉琪颇为讶异 在他看来 阮玉书沉迷情道与美时 对情感之势云淡风轻 像是天生的菩萨 他如今总算开窍 陷入了情望 再想想 一直以来身为阮家顶梁柱的他 都未曾婚配 说是专注于修炼 直指先班 或许原因不是那么简单 阮玉书低语道 是 喜欢上了一个不该喜欢的人 什么叫不该喜欢 叶玉琪心弦一动 有所感触 难得主动关切地询问 他有自身喜欢的人 眼里再不见其余 我只能远远看着 心里饱受煎熬 阮玉书声如情音 徘徊回荡 叶玉琪听得百感交集 忽然对阮玉书充满了同情 有一种好感 叫做同病相连 他少见地柔和了嗓音 想了想到 若是真正喜欢他 那就祝福他 守护他 喜欢不是战友 不是非得在一起 远远看着 也是一种美好 喜欢他是自己的事 与他无关 说话时 他仿佛将心里这么多年的积极想法 点点滴滴倾泻了出来 这时 阮玉书抬起头 眼眸清亮 但幽深地看着叶玉琪 声音仿佛钟鸣 援军既然明白 为何还放不下 莫非情不够深 只是战友之欲 未曾想到 会有这样的变化 以几只毛弓几只身 叶玉琪如被棒喝 浑身竟站立了起来 心脏咚咚跳动 让他连退了几步 是啊 既然明白 为何还放不下 喜欢就得战友他吗 不知过了多久 叶玉琪才沙哑着嗓音到了一句 多谢 他语气里仿佛卸下了什么 顿了顿后又道 你刚才所言都是假的 阮玉书眼帘垂下 声音清冷道 是他教我这样说的 看能不能点醒元君 叶玉琪呼的长叹 好 好一个袁心意 他对着昆仑山玉须攻方向的出口 郑重行了一礼 然后脚踏祥云 离开了碧游天 阮玉书静静看着 然后跟随离开 回到了狼牙阮家 坐于情房半晌 他忽然辅动了情弦 仙音阵阵仿佛泉水叮咚 清澈无暇 直抵上仓 悠扬情声当中 高空乌云开始汇聚 第39章 一遍 层云堆砌 乌木压顶 黑沉沉如在心头 让狼牙城中的行人 纷纷加快了脚步 害怕遭遇了暴雨 成为落汤之机 城皇庙内 给人皇赤峰的高云脚踏神案 仰望高处 感受到了某种正在酝酿的毁灭气息 天灾 还是嫡邪 他惊疑不定 念头分涌 身为城皇 他有调动这片地狱力量 守护生灵的神通 与彭州刺史 六扇门金张捕头 共同构建出狼牙的权力三角 此时正犹豫着 要不要将异常 直接回报常乐 与以往不同 分处各地的世家力量 在仁皇的威严下 变得安分手矣 虽然在本乡本土 还有着颇深的影响 但已是无法再与朝堂抗衡 犹意之间 高云并未大意 地面浮现微光 黄鹤近无 网上膨胀 化作了笼罩整个狼牙城 及周边乡镇的地魔 等闲天灾 根本难以撼动分毫 就在这时 他明显感觉到 那毁灭的气息在集中 在凝重 似乎针对着城中某处 不像是范围打击 高云皱起了眉头 暗自嘀咕 这是有千年妖物术金药 蜕变成神 接受天法考验 此念一起 他顿时想到了 最近才发生的一件事情 晋王赵衡于 常乐正德法身 卫裂先斑 鄙视乌云盖城 大雨磅礴 雷霆闪耀 与如今的景况非常相像 是阮家 是阮家有人要正法身了 阮老爷子 还是阮仙子 高云豁然开朗 心里下意识做出了判断 不会是阮老爷子 他年事已高 靠着严寿仙丹才 活到如今 早就没了正法身时 那种不顾一切 挣脱枷锁的冲净 而阮仙子情星天成 是近三十年来 江湖赫赫有名的人物 如今 排在地榜第三 被誉为接下来最有可能踏破 先关的人物之一 想明白这一点后 高云忍不住唏嘘感叹 法身啊 逍遥自在的神仙中人 哪像自己 舞蹈进展艰难 终于失去信心 因着常乐高适的便利 转走神徒 被赤锋为狼牙城皇 他目光隐含着淡淡羡慕 隔着七街九方 三十一巷定定 看着阮家祖宅 而远在十万八千里以外的 昆仑山玉须宫中 始终密切注视着 狼牙动静的孟奇 似乎处在无穷高处 隔着遥远的距离 以近在咫尺的姿态 俯看着阮玉书正道成仙 竟是悠悠 人隐绰绰 像是隐在那混沌当中的天尊 对于此事 他颇为警惕 因为阮玉书 猎天遍地取 与龙龟背受谱 两门先取生死和疑后 出现了几分异象 勾连了某个奇轨之地 可能涉及上古福皇 正法身时 指不定就会发生意外 而绝不容许意外发生 孟奇按理早就做过窥探 运转诸果之音 顺着联系 一一审查了阮玉书身上 可疑或隐秘的因果之线 确认了 他非是哪位大能大神通者的鱼 也不是某位大人物的道标 猎天遍地取 和龙龟背受谱 带来的因果 更是相当单纯 问题会出现在哪里呢 孟奇半代思索地 听着情声悠扬 穿透雷鸣 看到玉与穷楼 伴着乱坠的天花降入阮家 将那里渲染得仿佛人间仙境 轰隆 一道纯青雷霆 吸纳了满天电蛇 以张牙舞爪的姿态 狠狠披向了阮家祖宅 将乌云带来的阴暗一扫而空 斗大雨水滴滴答答落个不停 就在这时 一声情动 仿佛从九霄之上传来 清亮高亢 美妙绝伦 引来百鸟奇唱 而伴随这声清明 一道栩栩如生的凤凰虚影 凭空凝聚 带着神圣南清的气息 缭绕着无形无色的火焰 一下就扑到了青雷之上 将它叼在嘴中 如灼长蛇 凤凰展翅 拖着青雷飞入了九霄 霄尸无踪 高云看得很是专注 听得非常入神 心头满是震撼 这就是历劫成仙的场面 这就是狼环十二神音 之后 一道道天伐接连而下 赢的 金的 紫的 各色混杂的应有尽有 而狼环十二神音不断响起 各显神意 与雷霆一一抵消 不过第八道 高云眼角狠跳了几下 捏了把冷汗 因为琴声幻化为中 长鸣当空 带来了短暂的迟缓停滞 但却未能让闪电落下的速度 减慢分毫 幸好七凤琴与杜仁 琴双双剃 阮玉书挡了这一劫 才勉强抗住 天杰真是可怕 她油然而生这样的想法 而到目前为止 雷法与长乐记录的 静王天杰颇为吻合 看来不会有什么意外了 虽然七凤琴短时间再难使用 杜仁情不善应党 也遭受了损伤 但终究是神兵之数 不妨碍阮仙子继续使用 而且 就算没有这些 她还能施展 独步天下的心情神通 忽然 高云平空打了个寒战 似有无边冷意 从外界袭来 视线当中 与乌木里乱舞的电蛇 镜数消失不见 使得那里一片漆黑 楼屋生机 像是最深最沉的死亡 永恒不变地沉睡 不过刹那 漆黑裂开了缝隙 渗透出昂阳生机 纯粹的生机 让人羽化的生机 它们急速旋转 化作了一道 仿佛阴阳太极图的神雷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深邃处仿佛连接了 某个奇鬼隐秘所在 难以琢磨和把握的地方 这是什么神雷 高云目瞪口呆 感觉到了远胜前面 八道天雷叠加的威严 置身世外的自己 竟忍不住瑟瑟发抖 阴阳神雷 但也不太像啊 就在这时 它只见层云边缘 忽然被大风吹散 露出了一双眼睛 漆黑深邃 没有半点杂色 与诡异神雷里的黑暗 非常相似 介入最深最沉的死亡 永恒不变地沉睡 只得针尖迈芒一点的生机 藏于最深处 但形成了微妙平衡 光是看到这一双眼睛 高云就仿佛魂破离体 投入了高空自身的幽暗漩涡 记忆减退 承牛为时 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轮回 以及一次又一次的死亡 当它以为自己会这样魂飞破散时 忽然就恢复了清晰 只见层云另外一端 亮起了一盏剔透晶莹的琉璃古灯 满是亘古不变的永恒 照出黑白流转的光芒 四周则盘绕飞舞着一口绚烂紫刀 光芒一照 死亡消退 两者形成了短暂的平衡 致缓了诡异神雷的落下 元皇先尊 高云恶然低语 那口紫电长刀 尾时特征明显 丰都大帝 琉璃古灯传出梦奇的声音 形如雷鸣 常人无法辨识 这位突如其来的干扰者 竟然是沉睡中的丰都大帝 他降下了一丝力量 意外竟然来自于他 神秘的丰都大帝并未动手 而是传出尘雅高矿的嗓音 无病无恶意 只是想借此留个感应 若你不放心 大可通过你周折 发生刹那 一根隐晦暗淡的因果之线 从那双眼睛飞出 飘向琉璃古灯 而隐隐约约的力量 致缓着雷劫的打落 感应 梦奇的琉璃古灯乃诸果之音 坦然接下了这根因果之线 将它置于道义印灯火里灼烧 审查问题 断除隐患 对 感应 福皇的 猎天遍地取 与龙归备受谱 若能在法身前有成 生死合一 便可以勾连 那神秘飘渺的生死原点 等到度过天结 则能有所触及 极致修为提升到一定程度 会形成联系 借此感应 无上大道 丰都大帝坦然直言 四位隐瞒 乌无一与你为敌 故而先行礼数 看能否合作 你非修炼生死奥秘者 即使进入生死原点 对无也影响不大 生死原点 真武大帝跳入的那个生死原点 孟奇略感恶然 对于丰都大帝的态度 他现在并不意外了 很显然 他不想弄得此事人尽皆知 凭空多了强敌阻拦 这种情况下 除非他提前苏醒 否则万不可能绕过自己 压伏自己 权衡之后 自然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到了这个境界 情绪可悲 可喜可怒可爱 但绝不会鲁莽无至 丰都大帝道 确实如此 而上一位进入生死原点者 便是福皇 难怪福皇留下的两门仙曲 有这样的神意 孟奇恍然道 丰都大帝继续说道 能在法身前 将两门仙曲修炼有成 并生死合一 只能情形天生者才能办到 所以 吴将阮玉书拉入了轮回 给予了他 龙归备受谱 整个过程就是这样 你自行做出决定吧 丰都大帝 果然是其中一位 六道轮回之主 孟奇证实了之前的猜测 但还是无法明白 他真身究竟是谁 嘿 他愿意与我合作 多半是看我对人道统天 对天庭地狱 一直表现得没什么欲求 可如今 我要窥探彼岸秘密 有意弄个地府尝试 这倒是机会 念头电转间 孟奇已然审查完 那根因果之线 将到一流离灯的火焰附灼旗上 网上落入了 那诡异神雷当中 轰隆 雷霆再无置缓 猛地下批 对凡俗之人来说 也就是一息的功夫 情声悠悠 先死后生 阮玉书凝出虚幻的生死原点 冲入了诡异神雷 两者抵消 仙月响起 明月洒灰 一尊冷艳绝伦的仙子之像 出现于阮府 见孟奇选择了合作 丰都大帝那双眼睛渐渐消失 最后留下了一句话 王家之势里 吴遇到了福皇 他的状态很不对 口中疑惑自语 福皇还没死 狼牙软家 白发苍苍的阮老爷子 感受到那仙人气息 终于尝出了一口气 眼睛变得浑浊 老泪横流 总算等到了 好 真好 第四十章 为人诗表的孟奇 暴雨停息 乌云散去 大日点亮狼牙 呈上横架彩虹 又是一片艳阳天 软家充斥的仙子身影 玉宇琼楼和冷月清灰 悉数消吞 恢复了清幽景象 但琴声旋即响起 悠扬空灵 叮叮咚咚 四数平生 也无风雨也无情 孟奇坐在昆仑山玉须宫中 静静听了好一阵子 身前才浮现光影 凝成圆镜 映照出了和睦 芳华盈 大清根与笑天犬 大清根已经输得灰头土脸 茫然看着孟奇 下意识就到 长教老爷 有事传音门房便是 何须如此周折 芳华盈与和睦也 陆续反应了过来 疑惑看向自家师傅 不明白有何急事 需要这般召见 而非使用方便快捷的万界 通时扶虚你群组殿堂功能 孟奇当然不能说自己 只是一时兴起 在徒弟 门房和看家犬面前 还是得保持一定程度的威严 他轻轻汗手 不做解释 直接道 有个任务要交给你们 师傅尽管吩咐 和睦当即回答 不带半点犹豫 芳华盈也紧跟着道 师傅 不知是何任务 弟子一定竭力完成 哇 笑天犬摇动了尾巴 大青根在圆镜里左看右看 一时有些茫然 不是应该自己 最快表忠心理态度吗 怎么一个两个 都抢在了自己之前 是最近输的天昏地暗 还是虚不受不 完全不在状态啊 不行 不能让自己 安身立命的本事 被他们给比下去了 扑通一声 大青根匍匐在地 高声喊道 老爷放心 不管任务是什么 小的必然赴汤蹈火 上刀山下油锅 也在所不惜 一连串的话语喷博而出 进展他的身后功底 旁边的笑天犬 明显呆住了 似乎重新认识了 这位小伙伴 梦奇俯了俯额头 消去了大青根的声音 语气和缓道 一点小事 但非常繁琐 他右手曲指一弹 四点金芒飞出 穿过光影 穿过天南海北 分别抵达了大青根 笑天犬 和睦与方华影所在 落入了他们眉心 诸多内容涌出 灌输入了脑海 和睦顿皱了皱眉 这时 语气里满是疑惑和不解 笑天犬已经苟眼茫然 大青根更加迷迷茫茫 梦奇微笑道 一些比较偏激的观点 你们各持一份 在万界通识天地的论坛上 挑起争论 记得雇佣帮手 将声势弄得极大 最好能将所有 闲着无视之人 都卷入其中 这是用来调外 到六世门派里无想宗 只需删 和邪命派的诱饵 既然他们不是 完全的隐世不出 仅仅是不图神功 不贪宝物 不求权势 不操纵天下大事 还需要游历 还需要验证和掌握自身之道 那就还有踪迹可循 而只要踏入真实界 如今就绕不开万界通识符 更为重要的是 需游历验证的 往往都属低倍弟子 多半还有好奇之心 不会对万界通识符视而不见 略微常识常识 是应有之意 所以 在当前万界通识符内 那数不清的用户里 很可能就藏着 外道六世的弟子 他们也许本来就出身真实界 资料无懈可击 一时难以确认身份 虽然自己可以一一反速过去 挨个挨个审查 但那就太耗费自己的经历和时光里 有爱修为境界的提升 当然 这也是对自家弟子的磨练 做事能力 与自身道路上的磨练 要从汪洋大海般的用户里 调出外道六世的弟子 就得找到他们最在意的事情 而一个近乎不图神功 不贪宝物 不求权势 不想掌控天下的人 高尚的人 纯粹的人 毫无疑问 最在意自身理念自身道路 西年为了坚守观念 外道六世可以与佛祖分道扬镳 其后 哪怕对方登陵彼岸 也从未闻他们 有依附之事 上古多少纷争 他们亦从未卷入 闻风如此 弟子可想而知 因此 孟琪给和睦 方华盈和大清根他们的 便是针对外道六世道路的偏激观念 而这里面又有策略之分 比如邪命派 从天命到人观之 他们有着宿命的悲观 对诸多事情 都是随波逐流 真要挑剔批搏他们的观点 他们也多半懒地跳出来争论 只会默默到一声 命中注定 因此针对他们的 就是同样悲观宿命的理念 为此 孟琪神石降临回地球 翻了不少书籍 决定使用拉普拉斯妖 这个决定论的代表 希望能引发共鸣 让他们出来讨论交流 纸徐山和无想宗 则分别批搏他们的观点 什么物物皆物 什么万物不可知 全都往死里批 偏激地批 务必要引发怒火 本身又不太站得住脚 让对方弟子有欲求 又有能力争论 在这个过程中 大清根和笑天犬不提 和木和芳华 营将接触到诸多相反 甚至矛盾的观点 各自又似乎有一些道理 以此打磨他们 希望他们 能真正建立起自身的理念 坚定各自道路 如此一来 日后面对天魔的诱惑 面对外界的种种 方能有力量抵御 不堕迷途 想到这里 孟琪就忍不住感慨 自己认真起来 还是好师傅 不光是指教武功 指教打打杀杀 若非为了弟子 完全可以重入西游 找不死妖神询问 或者借助联系 与文书师姐交流 一直陈默品 读着那些内容的方华营 轻轻点头道 弟子大概明白师傅的想法了 大清根和等奸华 类似之事做过不少 迅速也明白了过来 竟比和木更快 只有笑天犬花了好一会 加上大清根得意的指手画脚 才终于弄清楚整件事情 孟琪满意道 天下之大 会有目标类似想法的人不多 但也肯定不少 只是他们的观念 往往并不成形 总之 确认嫌疑者后 亦不要轻举妄动 由大清根借助万界通识球 记下他们的水表号 呃 通识符编号 汇总交给维师做最后审查 弟子领命 和木等当即回答 这件事情 似乎挺有意思的样子 孟琪挥手散去光幕 直下 一句话回荡 不要陷入境取 竟是重归幽暗 孟琪双眼闭上 神游万界 仿佛翱在无边混沌海中 在发现的每一个气泡宇宙内 留下他我印记 一座辉煌壮丽的殿阁 漂浮于幽暗星界 内里有着一张张 镶嵌着各色歧视的黄金宝座 似乎象征着天地间某部分权柄 大殿最前方立有十柱 柱上用远古文字写着 万神殿 此时 殿内黄金宝座上 有着一位位形态各异 但神力远当的身影 他们没有说话 意念如潮 滚滚激荡 坐着交流 宝座还有诸多空白 似乎还未找到主人 突然 意念交流的众神 同时停了下来 望向前方 望向书写万神殿的石柱 在石柱之下 有着两张幽暗宝座 混混顿顿 忽有交融 既混乱又秩序 这是已经施主 不知多少万年的宝座 淡淡光芒突兀亮起 一道人影勾勒于了 左手那张宝座 其右手之鹅 双眼如同混沌宝石 将众神的身影 尽数映照入内 混沌扩张 万神殿轻轻震荡 如在迎接主人的归来 尖尖的魔法塔内 带着兜帽的巫师 站在血月光辉之下 审视着这处荒废了 至少万年的远古遗迹 此地到处都是破败的痕迹 但诡异的是 没有尘埃的累积 没有杂草的生长 巫师将目光投射到 身前貌似完整的 诡异心阵上 分析记忆着远古时代的力量 就在这时 心阵急速 但又有序地亮起 迸发出璀璨的光浪 惊恶的巫师 只见光浪之中 浮现出一道身影 如男似女 像是没有性别的神灵 正居高灵下俯视着自己 冷漠不带一丝连依 咦 近视内的孟琪 忽然睁开了眼睛 她在投影万界宇宙 原本非常顺利 留下了一个又一个套印记 产生了对应的形象 可刚才竟遇到了一个 自己神识无法进入的宇宙 无法进入的宇宙 孟琪摸了摸下巴 一时诸多疑惑